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三音是小三度 也就是说四个半音 那么从中间这个音到上面这个音又是一个三度 这个三度呢 是个大三度 好 我们对比一下 昨天我们讲的C大三和弦呢 是底下这个是个大三度 上面是个小三度 好 今天倒过来了 变成小三度 大三度 那么小三和弦的表示方法呢 就是说如果是说这个音是基于在哪个音上面的 比如说这个是D上面 在D的后面加一个小写的M 这个M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minor的意思 那么大三和弦就是major 这就是C major 是D minor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构造 现在来看 我们刚才说的是D的minor D的小三和弦 那么从D到R我们数一数里面有几个半音呢 这个音到这个音是半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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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这个三度只有1 2 3 4 四个半音 那么从这个半音 这个从这个音到这个音是另外一个三度 有几个半音呢 我们看 这个音到这个音是半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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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说1 2 3 4 5 那么说和大三和弦相反的是 底下这个是个小三度 这个到这个是个大三度 E到G D到L 是小三度 这个L到A 这个L到A 是个大三度 再来看一下 D E D到升D 到E 到F 这个三度 是小三度 从L到A 就是L 升L G 升G A 是大三度 是大三度 好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 谱表 现在大家来看了 可以对比的出来 小三度在底下的是小三和弦 大三度在底下的是大三和弦 这就是大三和弦与小三和弦的区别 这是个最大的 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是男性与女性的区别 这个有时候很早的时候我们翻译的时候呢 也翻译成这个是长和弦 这个是短和弦 也可以翻译成阳和弦 阴和弦 好 今天我们来讲这个地方 明天我们来讲减三和弦 再见